妹妹爱上我的精神病人 她相信爱能感化一切 心疼她治疗过程痛苦 把人从医院偷了出来 未婚先运怀了带有遗传性精神病人的孩子 我作为主治医生怒急攻心 压着她流产 把病人带回医院治疗 三年后她985毕业 精神病人调养得当 作为豪门私生子任祖归宗掌权公司 她把我压着妹妹流产的右手被砸成肉泥 吩咐手下用水果刀捅死我以后 把尸体灌进水泥扔进了海里 圣母妹妹作为唯一亲人 掩埋下所有证据 踩着我给自己立白莲花人设 挽着私生子的手架入豪门 流着眼泪表忠心 她活该都是她破坏我们的感情 让我们没了一个孩子 一睁眼 我重生在妹妹满脸娇俏 说自己怀孕的时候 这一事我勾唇一笑 太好了 明年是龙年 你的孩子一定能一飞冲天 你 我死前被顾西茨费了右手 她拿着斧子一步步逼近我 我拼命想往外跑 最后被扯着头发拽回来 顾西茨面色冷漠 把我摔在地上 眼里闪过一丝暴力 当时就是你用这只手 压着欢欢去堕胎 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食指连心 我的右手手指 被一根根砸成血淋淋的烂泥 我痛得跪在地上哀好 几乎差一点 就要握住可以报警的手机 是我的妹妹 我一手养大的妹妹 踩住了我的手 毁掉了我求生的希望 陆欢总是那么善良 却对我做出了最残忍的事 她说 姐 你不能报警 你别怪她 要不是你当年拆散我们 让手下把水果刀捅进了我的身体 一刀又一刀 血液横飞 我的血落在陆欢脸上 死不瞑目 我死不瞑目后 尸体被灌进水泥 抛进了大海里 死无对症 而陆欢正大光明地 继承了我的遗产 到了网上 她又换了傅寻亲姐姐 为我肝肠寸断的小白花模样 收获了无数人的怜悯和捐助 踩着我积攒出了 合眼的大众园 她跟顾西茨 举办了盛大的豪门婚礼 婚礼上 她眼泪汪汪表忠心 我姐她活该 都是她破坏我们的感情 让我们没了一个孩子 一个是我调养了三年的病人 一个是我一手养大的妹妹 顾西茨精神病得到控制 掌权顾家 有着锦绣前程 而陆欢踩着我的血肉和骨头上位 嫁入豪门 过上了美满的婚后生活 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 我的怨气越来越浓 巴不得把他们碎尸万段 却无能为力 我恨 凭什么我辛辛苦苦把妹妹养大 最后却被白眼狼反咬一口 落得这般下场 凭什么害我的人 踩着我得到了美名 而我却只能含恨惨死 恨意几乎要把我的灵魂灼烧起来 眼前白光一闪 我重生了 二 姐 我怀孕了 是顾西茨的孩子 我要把退学 把孩子生下来 跟她结婚 十九岁的陆欢 哭得满脸湿泪 却带着警惕和防备 捂住自己的小腹 我死死盯着她年轻的眉眼 手指甲几乎要欠进肉里 我知道 我重生在了陆欢刚怀孕的时间点 上辈子 我考上九八五的妹妹陆欢 爱上了精神病人顾西茨 我劝她 顾西茨病情不稳定 而且身份家庭复杂 她却坚信爱能感化一切 模仿我的签名 把人带出医院 用爱来治疗 陆欢甚至怀了孩子 要辍学跟她结婚 我怒急攻心 拼命阻拦 强行压着她去流产 把顾西茨送回精神病院 后来陆欢九八五大学毕业 所有人都说我这姐姐 又当爹又当妈 算是熬出来了 可直到被捅死 我才知道陆欢早就恨上了我 她恨我嫉妒她的爱情 恨我害了她的宝贝孩子 所以添油加醋 眼看着顾西茨 把我残忍杀害 我一手养大的妹妹 本质上就是这么个白眼狼 重活一世 我看着眼前口口声声说 自己要辍学嫁人的陆欢 忽然笑了 我亲亲热热地拉住了她的手 你怀孕了 太好了 明年是龙年 你的孩子一定能一飞冲天 辍学不就是辍学吗 没问题 姐作为监护人给你签字 陆欢恋爱脑上头 见我没阻拦她 却反而一愣 她小声嘟囔 可这是我好不容易考上的重点大学 看看 我没阻拦 她反而犹豫了 她要的就是为爱反抗全世界的牺牲感 我越阻拦 她越起劲 到时候出了事 还可以推卸责任 我冷笑一声 趁她话还没说完 立马惊呼打断 小欢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的爱情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吗 陆欢最受不了别人质疑她的爱情 她脸上的神色逐渐变得坚决 立马疼地站起来 要去办退学手续 我只是冷眼看着她的背影 又想起来被一刀刀捅进心窝 体温逐渐流失的痛觉 签完监护人的流程以后 我扭头以出差为由搬了家 笑话 她敢跟带着暴力倾向精神病住在一起 自信满满 能用爱感化 我可不敢 这一事 我创造机会让你跟精神病结婚 生有一传病的儿子 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 我倒要看看 你能过成什么样 三 没到一个月 陆欢就给我打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得梨花带雨 姐 你快回来吧 顾西茨他妈找上门了 我应付不了 看看 我的妹妹 我谎称出差一个月 她没发过一条消息关心 碰上了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 反而想起我来了 我不着急 抱着看戏的态度 慢悠悠抿了口咖啡 果然到了家里 家里家具被砸得一片狼藉 陆欢捂着肚子坐在地上哭 而顾西茨的小三妈林月影 却得意洋洋地靠在沙发上 看见我来 陆欢像是抓住了主心骨 低头捶泪 阿姨 我不是故意想对您招待不周的 是我姐不愿意呀 我姐什么都要管着我 我在我家做不了主 没钱也没自由 陆欢永远是这样 在外人面前做好人 扮演楚楚可怜的小白花 她拿捏我心疼她 会照顾她 有什么事都会冲到前面 上一世也有这一处 上一世 她将顾西茨从医院带出来 林月影找上门为难 是我冲到她面前 挡了一巴掌 那一巴掌 直接把我扇到耳膜破裂 右耳永久丧失听力 但林月影 还是不愿意放过陆欢 最终 是我替陆欢给林月影下跪 低声下气 苦苦哀求 林月影看在我是主治医生的份上 这才暂时掩气息鼓 我深知顾家那种旁人大物 根本不是我们能惹的 前世的我想护住我的妹妹 所以后来 哪怕我散尽全部家产 受尽折辱 也想替陆欢疏通人脉 让林月影 不要再来找我妹妹的麻烦 可我没想到 我为陆欢付出所有 最后 却落了个湿尘海底的下场 这辈子 我饶有幸运 看着陆欢表演 半天没说话 陆欢急了 按照平常来说 我看不得妹妹受委屈 早就冲上去了 她立马又流着眼泪 挺着显怀的肚子直直跪下 用话去激我 阿姨 求求你别逼我了 我给你跪下了 我是真的想嫁给西茨 打我也没关系 只要你肯接受我 林月影冷笑一声 高高扬起手 陆欢面带欺然地看着我 十分笃定 我会扑过来替她挡了巴掌 可这一次 我笑应地看着那巴掌 实打实地落在了陆欢脸上 自作自受 活该 戴着戒指的手 直接把她漂亮的脸 删出了泄印子 陆欢从小被我宠大 当即捂着脸和肚子呼痛 崩溃大叫 姐 姐我好疼 她打我 我开口 却根本不是她想听的话 小欢 对长辈尊敬是应该的 打你捏忍着 大喊大叫的 这算是什么事 你把西茨从医院带出来 林阿姨生气 打你两下消消气怎么了 哪有那么娇气 我早就劝过陆欢 顾西茨虽然是精神病人 背后身是家庭 却十分复杂 她是顶级豪门顾家的私生子 妈妈林月颖 当了小三半辈子都没上位 怎么能不把儿子当命根子护着 落在林月颖眼里 陆欢就是蓄意勾引自己儿子 肯定要给小狐狸精教训 见我这个能撑腰的姐姐不管 她又立马砸了家里的茶几 对陆欢又掐又拧 小贱人 我什么段位 你什么段位 你勾引我儿子 还在我面前玩绿茶 我看够了戏 扭头就走 没错过陆欢愿赌的眼神 走之前 听着她的惨叫 我很好心地帮忙打电话 到了110和120 报警的时候 我与其交集 特意抬高音量 保证里面的人能听见 我妹妹陆欢被泼妇打了 她在里面挨打 故意拖延着时间 我才能出来报警 警察同志 你们快来救救她吧 果然 屋子里陆欢挨打的哭声更大了 林月颖坚声道 好啊 你们这一对姐妹小贱人 跟我在这唱双簧呢 我呸 可惜 警察办事效率太高 来得太快了 林月颖没来的急跑 就被抓了个现行 而陆欢也是 还没嫁给顾西茨 就敢把她这个当妈的报警 送进警察局 要是真嫁了 以后哪还有她的位置 最后 陆欢明明是受害者 为了和解 敲碎牙往肚子里咽 硬生生拿出自己的存款 拿了十万块钱 出来给林月颖买包求和 想拿钱砸吗 我倒要看看 她能有多少钱 也等着看我的妹妹 是怎么追求真爱 四 陆欢比我想的更不要脸 钱花完以后 她居然挺着大肚子 找到了我医院的客室 她丝毫不在意 旁边都是我同事 开门见山说 姐 给我二十万 我要讨好细词的家人 我冷着脸说 没有 陆欢根本不在乎我的脸色 从手机上调出来几个网站 我知道你没有 姐你看 这都是正规合法的借贷 用你的个人信息去抵押 就能给我弄五十万 爸妈当时在厂子里爆炸的赔偿款 我一分没见着 你现在就应该给我钱 你没钱 我才给你只借贷的名录 怎么样 我脸色越来越难看 网贷 她这是想把我推进深渊 眼见周围围观的同事越来越多 陆欢甚至更起劲 她跪下来不住的磕头 冲我哀哀哭泣 姐 自从爸妈死后 赔偿款 我一分钱也没见着 我现在怀了孕 快过不下去了 她不顾周围议论纷纷 不顾我的名声 就这么跪在医院 撕开所有的遮羞布 这就是我一手养大妹妹 哪怕重来一时 我还是气到双手发抖 爸妈当时因为事故 死在厂子里 的确给了高额的赔偿金 可是之前欠的债务 那么一还下来 就不剩什么了 更别提 我一个半大的女孩子 还带妹妹过日子 更是难过 最开始那段时间 甚至会有色咪咪的老光棍 半夜敲门 是我哪怕当同工 被押工资 也不让我的妹妹 吃一点苦 也要把她教养着长大 好啊 她不要脸 那我也不要脸 都别活 我比她还过分 眼泪大滴大滴的往下落 好像要哭尽这些年 所有委屈 陆欢 你未婚先运怀了别人的孩子 还好意思跑过来 倒得绑架我 这么多年 爸妈的赔偿款花到哪了 到底还剩不剩 我就不信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爸妈死后 我把你教养着长大 自己吃苦 也没亏欠过你 结果你为了个野男人 就跑过来 这么刁难自己的亲姐姐 你还要不要脸 陆欢敢这么闹 就是自以为抓住了我的软肋 她以为不管怎么样 我这个当姐姐的 就会维护她的面子 却根本没想到 我会直接赤裸裸地 把事实摊开说 我没再给她说话的机会 一巴掌扇过去 拎起来科室扫地的扫帚 就要赶人 陆欢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还戴着鲜红的巴掌印 被我硬生生打出门 她素来精致的发型 第一次乱了 从来没这么失态过 想想也知道 顾西茨有精神病 不能工作 她这么多天来怀孕 没有钱又睡不好 都能看到厚厚坟底下 掩盖着的青子黑眼圈 圈子就这么大 明天她这点破事 就能传得人尽皆知 周围人议论纷纷 陆欢脸色更难看了 她头发散乱 声音尖利 我是你亲妹妹 你就非得把事情 做觉到这种地步吗 我握着扫把 刚刚压下的怒火又沸腾起来 哑着嗓子 冲周围扬声说 都来看看了 未婚先孕 勾搭男人 还敢找上亲姐姐单位 碰瓷要钱 是不是有够不要脸的 你不是有爱吗 你的爱都能感化 你老公的精神疾病了 还差这点钱干什么 陆欢知道 顾西茨情况特殊 哪怕嘴上在说着 爱情感天动地 还是坐着想当豪门夫人的美梦 要是名声真坏了 哪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我最后看了她一眼 少在这里狗叫 有这个空不如早点回家 讨好你的未来婆婆跟老公 省了以后被扫地出门 周围人一阵哄笑 陆欢立马戴上了帽子 捂着肚子 被周围人鄙夷的目光刺的发抖 眼神像是毒蛇一样阴毒 陆情 这是你逼我的 你挡了我的路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行 我等着看她 怎么让我付出代价 顾家的正房夫人不是吃素的 顾西茨作为私生子 想要登堂入室 最起码还得三年 这辈子她没在医院接受治疗 反而在家里被爱治愈 估计状态更不稳定了 现在勉强能听话 也只是因为 曾经的药禁没过 我看看陆欢 是怎么为自己精心挑选 一步步走上一条死路的 五 我很快顾不上陆欢了 从医这么多年 在我手下的精神科病人 几乎最后都会被维稳 我收到了无数面景旗 电视台准备做一档纪录片来宣传 上面的意思是 正好也让我成了东风 评审副主任医师 就在节目播出 全网为白衣天使感动 我的名声越来越小的时候 这个节骨眼 陆欢行动了 她满脸憔悴带着泪痕 衣着朴素带着肚子 以最弱势的形象 站在了镜头前 父母双亡以后 我跟着姐姐四处讨生活 可是越来越长大 她好像走歪路了 连对我这么个怀孕的妹妹 都能下狠手 我不忍心 我不想让大家再被欺骗 我实名举报她非法行一 贿赂上司 陆欢实名举报到一半 还没说我是谁 扣了帽子还没扣完 直播间就立马停了 她发博说 自己因为揭露姐姐 从而直播间被封了 我知道这是刘白 这种半遮不遮的秘密 像是资本无嘴 直接增加了可信度 我冷眼看着她 这场造谣式的狂欢 很快 立马又有人放了段视频 这段视频掐头去尾 带着肚子的陆欢 跪在我面前 唉哭泣 说爸妈死后这么多年 自己没拿到一分抚恤金 她求我收手 她说自己怀孕了 只想给她一条活路 然后紧接着剪辑 穿着白大褂的我 高高扬起手 给了她一巴掌 看到了我这张熟悉的 纪录片里出现过的脸 网友们立马炸锅了 陆情 纪录片里那个优秀医生 听说要晋升副主任了 就是拿爸妈赔偿金 会录上次换的 这么对自己的亲妹妹 桑尽天良 几顶帽子扣下来 甚至还有莫名其妙的 高中同学爆料 说我高中时当小太妹 霸凌同学 没想到大学居然学了医学专业 更有人造谣 说我学历造假 原本只是个民办专科学历 却杜金城重点大学毕业 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 陆欢下了血本 请了不少水军宣传造势 警号陆情 学历造假 警号 警号陆情 陆欢 警号 警号陆情 霸凌同学 警号 热搜词条 甚至直接冲到了最顶 话题大爆 网友们群情激昂 直接正义的扒出了我的地址 连同个人联系方式 我的手机半夜会收到 恐吓威胁的短信 还有无数个骚扰电话 甚至后台还有恐怖血腥的图片 连医院门口 也堵上了无数 为了流量不要脸的小网红 扰乱公共秩序 巴不得我露面 把我痛殴一顿蹭热度 甚至连我的家里都收到了话圈 有人痛骂我 早死早超生 还有了莫名其妙的快递 打开一看 是一只鲜血淋漓的死猫 事情发酵的第三天 院长给我打来电话 让我要暂时停职 休息一段时间 这时候陆欢靠着巴我的热度 立起了真善美的人设 她在出现在镜头前时 化着淡妆 被记者问起肚子里的孩子 满脸甜蜜 她像是幸福的小女人 叙道着自己是怎么跟顾西茨相识相知 讲对自己恋爱脑 美化了一万遍的故事 有人放出来她为流浪猫的录像 和她上学时 又遇到考985大学的成绩单 直接收获了无数网友的恋爱 一夜之间 我成了地上的烂泥 而陆欢 被捧成了天上的云 她给我打了电话 大笑出声 真可怜啊姐姐 你玩不过我的 说完 又好像是思索片刻 才语气音很道 别想着翻身 现代网友就是我养了一群狗 我说什么 他们信什么 你要是想和解 就给我拿一百万出来 我就放你好好过日子 怎么样 我不管你是去网贷 还是卖身卖奇观 我只要钱 我冷笑一声 直接挂了电话 蠢货 她难道以为我没点防备 难道不知道 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吗 我早就整合完了手上的证据 只是再等 再等一个时机 爬得越高 才会摔得越惨 毕竟不让陆欢现在得意 怎么能看到 她后面被打击的绝望呢 六 趁着热度 陆欢居然宣布了 自己老公顾西茨的复杂身事 顶级豪门顾家的私生子 这么多年 却被不管不顾 借着余情 一时二鸟 最后一波爆料 是陆欢流着眼泪在镜头前 哭诉我因为嫉妒 逼自己的亲妹妹辍学 毁了她985毕业的大好前程 对我的网报攻击更强烈了 一边借着舆论压力 逼着顾家扔下私生子 一边把我置之于死地 我的妹妹 多聪明啊 我看着陆欢发的 仅我可见朋友圈 他高调炫耀着 自己新买的奢侈品包包 声称明天就要跟顾家人见面了 我一勾唇 时间到了 四日 我在自己微博账号上 放出了一段未剪辑过的视频 陆欢嘴脸恶毒 逼我网贷拿出50万 不然就大庭广众之下 当场下跪道德绑架 我作为姐姐把她养大 最后居然被她质疑 侵吞父母赔偿款 而我是情急之下 才打了那把掌 今天的反转 这段视频的热度直接攀升 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我慢慢来 紧接着放出了一个破旧的小机账本 父母的赔偿款 几乎全拿去还债了 十几岁的我 记录着自己要省多少钱 才能给妹妹上最贵的补习班 每天自己吃饭 只敢要馒头配咸菜 却因为妹妹说被同学看不起 给她买了最鲜的大闸蟹 网友炸了 但还是有人质疑 既然这样 那陆欢为什么这么恨你 肯定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内幕 我开了直播 对着镜头满脸憔悴 苦笑一声 放出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因为她爱上了我的精神病人 我建议她让病人保守治疗 她却坚信爱能感化一切 还怀上了孩子 为了她要辍学领结婚证 根本不是我逼的 陆欢说 如果不允许她辍学结婚 会恨我一辈子 我来了的大喘气 半天脆弱的摇摇欲坠 才说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什么 就是没给她二十万 让她去讨好病人的家人吧 全网又炸了 我播放了陆欢嘲笑网友没脑子 是她手里指哪咬哪的狗的录音 与此同时 还有无数被我治疗过的患者家属 为我发声 说我是个好医生 网友们出奇的怒了 死恋爱脑颠簸 愚弄大众 说着要实名举报蹭完热度 就开始吵人设 最后一切都是假的 谁能忍 顾家原本就是 破于舆论召开的任亲验 林月盈哪怕生了儿子 可是带着顾希慈 也这么多年没嫁进顾家 顾夫人的手段高明着呢 上一世 顾希慈能掌权 是因为顾夫人的亲儿子 他的大哥顾远四出车祸 职务人了五年 才宣布没了生命体征 而他是顾明唯一成年的儿子 虽然有精神病 也被调养好了 这才能上位 顾夫人这辈子 原本就是破于舆论 捏着鼻子 想扔下这个私生子 如今管家跑过来说 却说情况有变 他直接把我的直播 投到了顾家的电视大屏上 脸上带着笑 眼见着陆欢的脸色 一点点变得苍白 与此同时 顾希慈本来正在插牛排的手一顿 浑身开始颤抖 如果我这个主治医师在 一定能认出来 这是精神病犯病的前兆 林月颖却根本没注意到 因为这是 他这半辈子离登堂入室 最近的时候了 他不舍得放弃 一咬牙 狠狠碰了下顾希慈的胳膊 希慈 去跟你爸说两声好话呀 见顾希慈 还坐在椅子上没动 他急了 抬高分贝 顾希慈 我说话你听不见是不 如果我的妹妹 真的了解过一点顾希慈的话 也会明白他的精神病病因 很大一部分 是他母亲的咄咄逼人 可惜 在场根本没人懂 于是在林月颖高喊第三次的时候 顾希慈拿着手里的牛排刀 直直走到了他眼前 然后猛然扯住他的头发 把人狠狠摔在地上 他神经质地念叨着别吵 然后高高抬起手 把刀上下贯穿了林月颖两片嘴唇 林月颖连痛呼都叫不出来 只是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儿子犯病时的可怕 眼见顾希慈还要动手 欣赏够了这一出闹剧 这么一闹 顾希慈算是别想认祖归宗了 谁会想要一个精神病 有暴力倾向的儿子 他不顾顾名难看的脸色 直接把人赶出了别墅 甚至还把陆欢身上的 穿着的顾家买的高定礼服扒了 林月颖捂着嘴去了医院 恨陆欢让自己丢了人 却不敢报警让儿子惹事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司机没带上陆欢 别墅区很难打到车 零下七度的冬天 陆欢只能流着眼泪 挺着大肚子 只穿着单衣一步步往前挪 好巧不巧 走着走着 有人认出来他了 这不是跑到网上诬陷 想害自己亲姐姐的傻逼吗 有的是极恶如仇的大妈 直接把自己买菜的烂菜叶 往他身上丢 陆欢抹着眼泪 像是自我安慰一样 神经质地念叨着不停 我还能翻盘 我还能翻盘 我以后是顾家的夫人 是豪门太太 他们这样做 以后会得到报应的 然后啪的一声 豪门太太脑袋上 被人砸了烂鸡蛋哦 仅仅是一天时间 从天堂跌入地狱 陆欢闻着头发上烂鸡蛋的恶臭 彻底受不了了 白眼一番 捂着自己的运度晕了过去 还是有人路过 才打了120 我挂上顾夫人的电话 心下嘲讽 还没完呢 这才拿到哪 气 陆欢一睁眼 第一反应是拿起来手机 他扯着输液管子 神经质地咬着指甲 想靠再次污蔑我翻盘 却发现 自己早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他在医院躺了三天 根本没人来看他 直到我来了 我恢复了工作 靠着这场风波 意料之中 凭上了副主任 这次特地化了的淡妆 来探望我的好妹妹 陆欢一看到我 情绪激动 眼眶泛红 陆情 你把我害成这样 你现在满意了吧 看看 这就是我的妹妹 她永远都会把错 归结在别人身上 哪怕事先害的别人 也永远都把自己 当成干干净净的一朵白莲花 我发挥毕生的演技 眼圈一下子红了 小欢 你还不了解我吗 姐姐是真的被逼到没办法了 不到那个地步 我真的没想要害你 我摆出一副窝囊样 那就到 我是真的没钱 也不能丢了自己的工作 姐给你认错 行吗 陆欢猛然砸了医院的水杯 碎玻璃见到我的胳膊上 划出一道血印 我不要你假惺惺 我努力摆出一副 愧疚窝囊的模样 吊着眼泪叹了口气 明里按理点它 姐姐把你一手养大 肯定是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不原谅我 我没办法 到时候 顾希慈就是顾家唯一的男丁 肯定会回去继承家业 陆欢顿了顿 又是一个玻璃杯 直接砸上我的脑袋 我任由鹅脚鲜血直流 乌叶着哭出声 扭头跑出了病房 一出门 我的眼泪就没了 我擦着额头上的血 忽然笑出声 怪我前半辈子 给陆欢当牛做马的印象 太深入人心 我知道他肯定信了 顾希慈继承家业 可因为林月影在上面卡着 他俩到现在还没领证呢 我从病房出来之前 没错过陆欢眼里 那一瞬间闪过的恶毒和狠心 果然 不过一周 我就又听到了陆欢的消息 陆欢比我想的更能狠下心 林月影做了嘴部的修复手术后 依然自视甚高 把顾希慈当宝 不想让儿子娶陆欢 还做着豪门联姻的美梦 他在外四处说 陆欢肚子的孩子是野种 骂他骗了自己的儿子 不守复道 林月影拼死维护着 自己儿子的名声 想给他以后铺路 结果陆欢为了成功嫁过去 直接下了狠手 他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为了逼宫 把自己带着肚子 跟顾希慈的亲密照放了满天飞 林月影自己是小三 儿子又遇上了这种事 就算再想跟人联姻 谁家敢让女儿跳这种火坑 他一张老脸算是丢尽了 可好歹陆欢还怀了孕 有个孙子总比没有好 只能咬牙同意二人领了证 只是林月影精通功斗多年 哪有被算计了 不找回场子的道理 这场婚宴办得很苛掺 顾希慈的亲戚一个也没来 我冷眼看着流水席 一共摆了不到十桌 连个婚星也没有 甚至盘子里居然摆的 全是烂白菜 暗示新娘子是个烂货 林月影笑呵呵的 倒是摆起了正宫婆婆的谱儿 他让陆欢挺着大肚子 跪下来给他奉茶 那茶水刚刚出锅 直接把陆欢细皮嫩肉的 手烫出水套 而陆欢居然全忍了 他强称着笑容 就这么办完了一场婚宴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么操之过急 是他怕顾希慈继承家业以后 翻脸不认人 再娶豪门千金联姻 到时候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提前设计好 嫁给顾希慈 到时候他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妻子 是正儿八百的顾夫人 就算离婚都能分到财产 很好的打算 我的妹妹一如既往的聪明 但是我只是说顾远思可能不行了 谁说他一定会死了 陆欢的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爸 陆欢生产那天 我去见了顾夫人 他的孩子并不是到了预产期 而是在家里跟林月引起了争执 被推倒在地紧急生产的 陆欢下身流血 捂着肚子喊痛 想求救顾希慈 他根本没发现 顾希慈已经情绪不稳定很久了 顾希慈不再像以前 被摆一摆顺的完美男友 只是冷眼看着他 甚至看到了鲜血 像野兽一样死死盯过去 陆欢被这个眼神惊到了 挣扎着爬过去拿起手机打120 这才住进医院 听完顾夫人说的惨烈场景 我差点笑出声 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 顾夫人递了张支票过来 陆医生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还真不知道 林月影居然敢把手伸到了远思那 是的 重生回来 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不对 就是顾远思的死 我明明记得上辈子内部专家会诊 说他不久以后就能醒过来 怎么会突然猝死 他死以后 顾夫人备受打击 无心争权 最后被林月影折磨得下场凄惨 这回 我早早跟顾夫人达成了共赢的合作 顾夫人提供财力 顾远思的是以后 这位商场上的铁娘子调查起来很快 是林月影 所有人都以为 这些年他放弃了当正宫的想法 可他背地里偷偷摸摸买通了货宫 每天都给顾远思书的营养液里下药 上辈子顾远思之所以猝死 是因为那天下了过量的药剂 就连那场车祸都少不了林月影的手笔 唯母则刚 在发现貌和神力的丈夫也脱离不了关系时 顾夫人笑了 他当断则断 背地里开始收集顾名犯罪的证据 他们都会付出血的代价 我并未缴情 接过了那张支票 扭头去马尔代夫度假 我躺在沙滩晒着太阳的时候 听说陆欢难产了三天三夜 最后生下来的孩子居然早断了气 而且还是个畸形 林月影等着抱大孙子 看见孩子的时候差点没下晕过去 他坚信是因为陆欢不祥 才害得自己的大孙子这样 怕他问到自己儿子连夜从泰国请了大师 陆欢小月子还没出 就被灌着腐水 每天被围着做法去晦气 他每天唯一的指望 就是顾远思早点咽起 自己好当上正大光明的豪门夫人 没想到顾家的确传来消息了 传来的消息却是顾远思醒了 不仅醒了 恢复得还很快 听医生说 不到半年就能接受故事公司了 我的手机号差点被陆欢打爆 扭头把他的全部号码 全拉进了黑名单 我伸了个懒腰 休假休够了 也该回国看戏了 看我的好妹妹 发现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以后 试了什么模样 但我可以笃定 他过得不好 生了一个死胎没调养好 损伤了根本 曾经引以为傲的美貌折损 他几乎老了十岁 连头发都穿上了白 掉在眼前的胡萝卜落空 发现居然是场幻梦 陆欢快疯了 他死死抓住我的肩膀 眼睛瞪到要突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顾远思没死 陆情 你害我对不对 你不是说他要不行了吗 你不是说顾兮辞会继承家产吗 我毁了自己的名声 受了那么大侮辱嫁给他 最后什么都没有 我一把把他推开 猛然开始大笑 我笑得几乎喘不上气 半上才说 我告诉你顾远思可能不行了 有说他一定会死吗 陆欢 别这么说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你不是有了一个死胎 还有干不完的家务 跟喝不完的浮水吗 陆欢受了刺激 爬起来想扯住我头发山耳光 声音淒利 你就是故意的 原来你害我 我是你的亲妹妹啊 可他流产伤了根本 又一回被我甩开了 这一次 我居高临下看着他 冷声道 是我让你为爱牺牲 辍学拯救精神病的吗 是我让你因为贪婪 想嫁入豪门 造谣踩着自己 亲姐姐上位的吗 是我让你自甘下见 把带着肚子的亲密照传 给每个人的吗 第一次被我这么揭开遮羞布 陆欢尖叫一声 捂住了脑袋 在看向我时 他眼里全是红血丝 居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 他魔症一样扑过来 胡乱砍刺 这是你欠我的 你从小到大 样样都比我好 这是你欠我的 你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陆情 上辈子被刀捅进身体 血液流失 慢慢室温的感觉又涌上来 我没想到他这么疯 眼前是猙獰的陆欢 我猛然拉开门 闪身回屋 我手指颤抖着 拨通了报警电话 重生以后 我得了PTSD 任何尖锐的刀具 都会引起我的心理阴影 陆欢封了一样 用刀捅门 直到把门划开 他带着红血丝的眼睛 从砍出来的缝隙中看着我 笑的声音越来越大 姐姐 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陆欢一步步接近我 我攥紧了手里录像的手机 我再赌 再做一场好赌 果然 他拿着刀抵住我驳梗 要滑下去的上一秒 警察来了 警察把他摁在地上 当场搅和了刀具 有拟警过来安慰我 倒了杯热水 说不怕 我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手指甲 死死嵌进了掌心里 连头发也已经被冷汗浸湿了 但我知道 陆欢完了 十一 我整理了陆欢所有的犯罪证据 要递交法庭 他私闯民宅 杀人未遂是实打实的证据 除此之外 造谣家侮辱民喻权 购买水军引导网报 我请的代理律师告诉我 这些全部证据确凿 庭审那天 顾明死了 死因不太光彩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居然吃了药 死在了女人的床上 他死了以后 顾夫人雷霆手段 立马火化尸体 等到林月颖带着顾锡茨上门的时候 顾明早就成灰了 你说那是私生子要分财产 你有什么证据 想做BNA比对 顾明都化成灰了 怎么比对 顾夫人笑面虎 顾远思能做继承人 也不会心慈手软 当即把两人当成碰瓷的 赶出了顾家 他们一辈子 算是无望顾家的财产了 林月颖半辈子绸缪 到头来落的一场空 顾锡茨精神病越来越严重了 林月颖想把他送回医院 却发现再也付不起医疗费用 他恨来恨去 最后恨到了陆欢身上 庭审当天 他冲过去把陆欢 从被告席上撕打下来 大骂 小贱人 都怪你勾引我们西茨 他的精神病 本来都控制住了 要不是你非要 把他从医院里带出来 我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坐在原告席上 冷眼看着 是啊 他的精神病 本来都控制住了 怪谁呢 陆欢眼见自己 豪门夫人的美梦破碎 受到的刺激 不比林月颖少 居然又哭又笑起来 到了这种时候 他还固执地 把一切推到我身上 陆情 你别虚伪地以为 自己有多伟大 自己对我有多好 要是当初我怀孕辍学的时候 你能拦下来我 一切都不会这样 你嫉妒我 对 你嫉妒我 你根本就见不得我好 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完了 绝望地贪坐在被告椅上 我看着他 现在发疯问我 为什么不劝住他的脸 恍惚间和上辈子 骂我害死他孩子 诅咒我活该的那张脸重叠 看吧 陆欢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不管在人生的岔路上 选了什么 他都只是缺一个背锅的人 我忽然笑了 就在刚刚 我改主意了 原来我以为 监狱才是陆欢的好归宿 可我突然明白过来 人间及地狱 让他进监狱反而是便宜了他 最后庭审结果出来 陆欢只被判了三年 因为我签了谅解书 他以为进监狱就结束了 可等到出狱以后 一切才刚刚开始呢 毕竟 他不是有一个 需要用爱感化的精神病老公吗 12 陆欢被判了整整三年 这三年 林月盈本来就看他不顺眼 顾西茨的病越来越严重 根本顾不上他 监狱里的犯人欺软怕硬 见他没家人撑腰 更是把欺负他当乐子斗 他的牙刷会被用来刷马桶 惹了宿舍里的大姐生气 就会被一顿拳打脚踢 恶人还须恶人魔 监狱里的犯人穷凶极恶 三年来 陆欢吃够了苦头 他出狱的时候 被挤彻底弯了 就连还剩一点的美貌 也被戳磨得满脸风霜 出乎意料 来接他的居然是林月颖 林月颖老了更多 曾经随手送人的奢侈品包包 换成了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高仿 顾明死了以后 林月颖被顾夫人 收回了所有婚内财产 一分不胜 他大手大脚惯了 靠着自己寻酿半老 又去当了老小三 被原配八光教育几次以后 就老实了 可是顾西茨 他经常半夜会用刀划伤自己 闻到血液的味道就兴奋 甚至还拿刀在林月颖脖子上比划 跟这种精神病住在一起 哪怕是亲儿子 谁受得了 这时候 林月颖才想起来 自己这个坐牢的儿媳妇 他把陆欢扔在家里 自己就出门躲远了 陆欢想找我 却发现我早就搬家换了地址 根本无从下手 看着现在顾西茨 他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当初爱上顾西茨 除了知道他是豪门私生子 抱着能减漏的心思 还有因为他有负骗人的皮囊 他自己老得不成样子 顾西茨却没怎么改变 于是陆欢一咬牙 根本没把他严重的精神病当回事 自己出去打工 一天打三份工 也要养顾西茨 直到顾西茨 遏制不住的自己的暴力倾向 只是当晚的菜闲了一点 顾西茨就把陆欢摁在地上 死死掐着脖子 陆欢快要窒息以前 捞到了旁边的台灯 一下子砸在顾西茨脑袋上 两个人双双昏迷过去 至于这一切 全是我在警察嘴里了解到的 因为这对苦命鸳鸯 被十分戏剧化的 被送到了我工作的医院 他们邻居好心 听到屋里的争吵 打杂以后报了警 打了120 不然照着俩人这伤事 估计今晚就得殉情 13 我特地路过病房 等着看戏 正好撞上顾西茨醒来 他发现自己额头有伤 还躺在普通病房 顾西茨直接暴怒 带着几分人模狗样的伤位者气势 扯着陆欢衣领 问到底怎么回事 陆欢瑟瑟发抖 尖叫一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不是死了吗 我一眯一眼 半嗓才笑出来 这是双重生了呀 可惜时间点不对 这简直就是地狱天崩极开局 雨了半天 搞清楚状况以后 顾西茨才清楚 自己是被这辈子的陆欢害了 如果他没有让自己强行出院 等精神疾病疗养好了 还活着的顾鸣 一定会想方设法 让他认阻归宗 前世的一切 好像是一场大梦 梦醒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阴着脸 死死掐着陆欢的脖子 陆欢推开他咳嗽几声 又想起来我这个姐姐 发誓自己可以弥补 他尖叫道 我知道这辈子哪里不一样了 是我姐 是我姐 你忘了吗 我记得 这家医院是他认职的 对 咱们去找他 西茨 你别杀我 别杀我 我去找他 把一切都拿回来 晦气 明明知道是自己上辈子做帮凶杀了我 居然还敢找上门 陆欢还真敢 他打听了一下午 在科室看见穿着白大褂的我 眼神一亮 直接扑过来 姐 姐你不能不管我和西茨啊 我们是你亲妹妹妹夫 你得把西茨的病治好 再把顾家的家业给他夺回来 他明明害死了我 可重生以后 居然还敢舔着脸过来洗我的血 我冷眼看着他发疯 陆欢被我盯得直发毛 他从最开始的激动 到现在说不出来话 我却忽然笑道 可是我被亲妹妹妹夫害死一次了 陆欢 我的尸体被灌了水泥 还在海底沉着 我好冷啊 陆欢和顾西茨被吓得一惊 跌坐在地 我扭头叫了保安 冷着脸 他俩说有爱公共秩序 直接把这两个人送走 陆欢还想冲过来 我冲他扬扬手机 亮着的屏幕上 赫然是110的号码 他一正 想起来 自己这辈子在牢里生不如死的三年 惊恐的戾起一松 这对狗男女被保安架走 远离了我的视线 但我不介意再推这对夫妻一把 让他们走上属于自己的死路 果然 顾西茨根本没胆子 也没资格去跟自己的商场精英大哥争抢 我找了专业的私家侦探 让他全程监视他们 私家侦探伪装成家世显赫的富二代 接近顾西茨 顾西茨也有一八姐富二代 一来二去 俩人竟混荡成了至交好友 顾西茨还时不时痛骂自己的孕育不得志 他每天犯病 犯完病就喝酒 后来偶然的一次 顾西茨去了赌场 我没让私家侦探拦他 而是冷眼看他继续堕落 顾西茨刚开始还能回本 后来越输越多 不仅连租房子的钱都没了 还欠下了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 更刺激的是 林月影死了 他离开后不久 就得癌症了 他的老情人一个个都不肯伸出援手 自己硬生生落到乞讨的地步 浑身溃烂 冻死街头 到底是亲生母亲 顾西茨痛哭后喝到醉醺醺 回来看见陆欢在家 就揪着他头发恶狠狠一顿打 顾西茨咒骂 贱女人 如果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犯贱 非要接我出院 我还有荣华富贵 还是顾家的大少爷 陆欢尖叫一声 后悔得满脸失泪 也恨上来顾西茨 你要是没让我怀孕 陆欢被顾西茨打得鼻青脸肿 还被扔出了家门 私家侦探给我会报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刚好在回家的路上看到陆欢 而他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的大屏幕 大屏幕上 是我年纪轻轻取得了主任医师的成就 陆欢看着看着 忽然笑了 笑得满脸湿泪 之后的事情 就是让我去辨认尸体的警察说的了 听说回家之前 陆欢到农贸市场买了一袋老鼠药 最后给顾西茨煮了一锅粥 他甚至怕顾西茨死得不够透 下了双倍的伎俩 当晚 二人双双毒发身亡 我手指顿了顿 用搅拌勺搅着咖啡 说了句 活该 活该 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出于最后一点姐妹情分 我把陆欢下葬了 但也只是下葬了 其他别的什么都没有 陆欢下葬那天 我在新闻上看见了顾夫人的消息 顾明死了以后 她容光焕发 以毒辣的眼光 跟当机立断的手腕 投资了好几个稳赚不赔的项目 这辈子没了林月颖的小人得志 顾夫人又捡回了自己商场铁娘子的传奇人生 这才对 这是她应有的结局 而我彻底放下仇恨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继续治病救人 成了医院最年轻的主任医师 后来 故事公司联合我建立了免费的心理咨询热线 我不仅完成了小时候当医生的梦想 还挽救了无数个徘徊在自杀边缘 有抑郁倾向的青少年 我不会被仇恨困在原地 我的人生就该一直光明璀璨 全文完